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溯源探险大闸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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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 刘庆华没有想到 大闸蟹没见几只 小龙虾却有不少 为什么蟹塘里会出现小龙虾呢 在蟹塘边 刘庆华还看到一些死去的大闸蟹 蟹塘里的大闸蟹去哪里了呢 按照实解 此时的在养殖中应该放满等待出售的大闸蟹 现在却毫无收获 究竟养殖过程中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问题就可能出在蟹塘里的小龙虾身上 在刘庆华养殖大闸蟹的池塘周边 有一些养殖小龙虾的池塘 有时候 很难避免有些小龙虾 混进了大闸蟹的养殖池里 作为外来物种 每年5至9月 是小龙虾交配最频繁的季节 一只小龙虾平均一次产卵 为300至600例 即便在污水沟 它们也可以繁殖生存 生活在池塘里面的小龙虾 很难被完全清除 而且小龙虾擅长打洞 不易被发现 小龙虾和大闸蟹生长环境相似 它们在池塘中会和大闸蟹争抢食物 相较于小龙虾强大的生命力 和繁殖能力 大闸蟹的生长 则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用经营剔透来形容这些小家伙 再适合不过 它们是大闸蟹的幼体 大闸蟹在河海交界处产卵 在内陆淡水中成长 每年4、5月 蟹农们将大闸蟹的幼体 放入淡水中 从这一刻起 它们就开始了冒险 不断地退壳生长 这只未成年的螃蟹正在寻找食物 而它的食物却是同类 大闸蟹之间总是不能友好相处 相互厮杀 是它们的天性 而在生长过程中 大闸蟹还会遇到自己的竞争对手 小龙虾 小龙虾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它们会以各种方式 赶走或消灭自己地盘内的其他生物 这只小螃蟹灵机一动 躲在了水草之中 然而 这只小龙虾又发现了一个目标 在还在生长右旗的大闸蟹面前 成年小龙虾占有一定优势 一次 两次 三次 有力的冲击 让这只小螃蟹变得四分五裂 大闸蟹的生长周期 在一至二年 从蟹苗到成蟹 它们一生要经历 十八至二十次的退壳 每一次退壳 都有可能被小龙虾或者同类吃掉 除了捕食蟹苗 小龙虾的数量如果过多 还会挤压大闸蟹的生长空间 同时 它们排出的粪便 也容易滋生 氨氮 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 败坏水质 同样危及大闸蟹的生命 能长成一只合格的大闸蟹 要经历多少艰难阻碍 可想而知 大闸蟹和小龙虾 同属于甲鞘类生物 生物细性相近 曾经有人试图用药物消灭小龙虾 小龙虾被消灭后 大闸蟹也会遭殃 利用药物方法治理小龙虾 显然不可取 如何在保护大闸蟹的同时 消灭小龙虾 这让刘庆华有些伤脑筋 为了让大闸蟹有安全整洁的生存环境 有人设计了一种螃蟹公寓 蓝色的盒子具有遮光功能 为喜爱阴暗环境的大闸蟹提供了闭锁 每一个小盒子内都住着一只大闸蟹 避免了它们受到同类 或者其他生物的侵袭 核子内部有循环水过滤系统 保证养殖水质不受到污染 每一只大闸蟹都会享受到 人工一对一的送餐服务 生长在螃蟹公寓里面的大闸蟹 存活率更高 品质更好 但螃蟹公寓造价高 投入多并不适合刚刚创业的刘庆华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闸蟹和小龙虾 共处一池呢 这一天刘庆华找到当地一位 有着丰富养蟹经验的农户 王靖 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我们的水桃是做满给旁渔吃的 所以种了很多要多一点 水桃有很多种的 有那个水花生啊 还有那个从那个外国进口的叫伊勒棗 王靖建议刘庆华 在池塘里多种植一些水花生 伊勒棗 轮叶黑棗等水生植物 这些水生植物 不仅可以为大闸蟹提供食物来源 水下繁茂的枝叶 还能阻碍小龙虾对大闸蟹的攻击 为大闸蟹提供躲避的空间 水生植物还能吸收水中氨氮 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 净化水质 这种水花生我们是压土 在水干的时候放到地上 用土一压掩埋 直接就在那边打上水 再把水放掉 那边就涨起来了 虽然这些水里的植物 为大闸蟹提供了逃生空间 但并不能减少蟹塘里 小龙虾的数量 小龙虾过多 还是会和大闸蟹强夺食物 也会消耗水体中的荣养 王晋给出了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法 是地龙 你看那个龙虾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 螃蟹是八条腿 比较宽 它的进口把它限制住了 降少那个飼料的生耗 然后什么龙虾得到 里面的氧气也就增多了 这个龙 这个龙有一个钢圈 是下面是龙虾能粘得进去 像螃蟹一般都钻不进去的 像这种螃蟹 它是钻不进去的 所以这是专制的带龙虾 带龙虾的龙 在王晋的帮助下 刘庆华在水中放下 专门捕捉小龙虾的地龙 小龙虾非常贪吃 地龙里放有一些 带有腥味的诱饵 这样它们就会被吸引 进入地龙 这个地龙大概也有多少个 我们这个堂儿下了十几条地龙 刘庆华发现 利用捕虾地龙 池塘里的小龙虾数量明显减少 池塘里的大闸蟹 就有了充足的生长空间 大闸蟹终于可以上市了 但高兴来得太早 刘庆华又遇到了销路上的问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在线上线下大闸蟹的市场上 打着阳城湖旗号的大闸蟹 依然比比皆是 这家老板竟然又说 在大闸蟹上市的时节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新闻中所说的洗澡蟹 是指 蟹商将不知名产地螃蟹 翻运至大闸蟹的 优良产地的蟹塘 浸泡一段时间 最后打捞上来 冒充优良产地的大闸蟹 这些不知来历的大闸蟹 贴上有名产地的标签后 就会误导消费者购买 这是位于广州的一家超市 吃蟹的时节 大闸蟹也成为畅销品 但同市大闸蟹 价格却参差不齐 我们从超市购买了两只大闸蟹 以这两只大闸蟹为例 消费者在选购时 是如何判别大闸蟹的品质的呢 你能分辨出这种 这个床的哪只好 哪只不好 看不出来 因为它都不动了 你的标准就是死的和活的 对 其实我在意的是新鲜 自己觉得这个会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壳是青色的 你直接看蟹可能分不太清楚产地嘛 所以一般可能选择比较大型的超市 天下超市就很难判断了 因为都是感觉像是跟人家去买 要凭个人经验那种感觉 消费者对大闸蟹的了解并不多 这给不良商贩 创造了造假的机会 如何鉴别大闸蟹的来源 现在市面上 很多商家都利用二维码 来识别他们的身份 扫描之后确实出现了相关信息 二维码扫描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呢 大多数二维码 只显示了产地信息 没有产地说明 没有负责人的信息 这样的二维码流通在市场上 却可以让一只普通的大螃蟹 身价倍增 市面上 有不少大闸蟹 冒充宝硬线的大闸蟹售卖 严重影响了当地螃蟹的销路 有什么更好的防围手段 让消费者能够准确识别 螃蟹的原产地呢 马亚你好 是戴总吗 我想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能保证这个系列的原产地吗 刘庆华找到了广州的一家科技企业 听着刘庆华的困惑 对方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广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内一场有关溯源的会议正在进行 戴全德希望用科技的方法 来解决刘庆华遇到的困难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现在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武藏大米非常好吃 我们想买 阳城湖的大闸蟹也非常好 我们也想买 武艺上大红袍也非常好 我们想买 但是那个往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 我们买不到这些真正来自于原产地的这些农产品 如何利用二维码找到大闸蟹的源头 如何做到唯一性 戴全德 想到了这样的方案 除了简单的原产地信息 在二维码中 加入类似身份证的唯一编号 产地负责人 生产企业等信息 多组信息构成的二维码 就难以复制造假了 这天 刘庆华正在安装溯源设备 通过二维码扫描 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 看到所购买的螃蟹原产地的实时影像 避免其他产地的螃蟹 以次充好 但还是有人提出了疑问 我们的虽然二维码直接投放出去 如果别人把我们这个二维码复制了 然后他也去生产 然后我们的消费者 看到人一面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二维码使用后会被丢弃 如果被人食到 并捆绑在来路不明的螃蟹上 是否又会被仿冒呢 除了原产地信息 戴权德和团队给二维码增加了新的功能 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二维码是否被扫描过 以及被扫描过多少次 现在第一次扫在哪里可以看出它是第一次扫 那么呢我们每一个 卸它的这个二维码都是得一无二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大杂仙 是不是一个正品的大杂仙 比如说咱们看这里 现在是扫码的 是次数是一次 首次查验时间是2020的9月25号 25点45分40秒 这个时间上是匹配得上的 如果您换一个手机扫的话 那个我们现在就可以 现场来查看一下 它会变成两次的一个扫码的一个次数 来 请您来扫一下 每扫一次二维码 手机都会提示扫描的次数 甚至是扫描的城市地点 如果扫描次数过多 手机就会显示出 谨防假冒的信息 它用来提醒消费者 购买的大闸蟹原产地的真伪 即便二维码被丢弃 再次扫描时 消费者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这一次购买的大闸蟹来源的真实性 溯源技术的应用 除了能帮助消费者 辨别大闸蟹的原产地 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依托于物联网的溯源技术 从大闸蟹出塘到封装打包 每一步都可以通过手机查询 近些年 溯源的技术 应用到各类农产品和水产品中 帮助消费者对所构产品 做到了如指掌 这些也倒逼农户们 更加注重培育 优质的农产品 如此的良性循环 等消费者享受健康食物的同时 也构建了一条农业发展新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